台湾和大陆普通人赚一百万 谁更容易的两岸工资收入生活消费差距一览无鱼 今天要发薪水了 不要小看这个薪资大要小小的 装十万以上是没问题的 今天发工资了 男生的这家收入是多少 正常的话三四千 这就是北京最底层打工人的真实生活 你说普通人想赚一百万的话 要花多长时间 大部分台湾企业给薪资不是这么高 可能不太行 至少要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 台湾服务员的工资是多少呢 早班每个月月休八天是 六千六到七千七之间 晚班是七千七到八千八之间 还有奖金哦 终点工是四十到五十一块一小时 说的都是人民币 大家觉得台湾省的工资怎么样 大家好我是米多 最近说是可以看到 很多大陆类似高新的视频 感觉他们每个人都是很有钱 不是月入过万就是十九万的 要人感觉都没有重演了 只有我是最重演了 我啥都不用干 算十万 这就是区别 如何能够让一个普通人一个月的时间变现超过两百个大不了 如果按照网友分享的工资 我觉得大陆的GDP 应该在世界上排名第一 远远超过英国 美国等八大国家 我的天哪 但是目前台湾的GPT在亚洲排名第一 那么我们的收入怎么会比台湾高呢 普通人一个月挣几万块真的有那么容易吗 台湾的严均收入和严均GDP只有一万多 真的很神奇啊 我们来看看真实的情况 台湾的真实收入 在台湾最战前的职业是什么呢 第五名船舶监管人员 月薪大概是两到三万 第四名工程科技类 普通的程序员大概月薪三万块 如果是数据架构是月薪可以高达十万人民币 第三名医师 公立医院的医生每月薪水大概是四万人民币左右 护士能大概是一万 第二名金融保险业精算师 月薪大概是五万块 第一名居然是飞机驾驶员 机师的平均月薪为六点五万 台湾的一些服务业餐业的基本工资是多少钱 台湾的最低工资又要涨了 从2023年1月1号开始将要涨到两万六千四百元 相应的实际工资也将涨到一百七十六元每小时 收入远比官方公布的高很多 还有平常根本不会让我们眼的小吃摊饭或者菜饭 他们的年收可是远高于办公室光线量的一个专业的 台湾的最低工资在六千左右 一般人在三万到五万台币之间 换成人民币也就一万左右 那这个工资条是台湾的每天工作八小时 一个月下来的工资三万多台币 之后人民币就一万多 这是更正常的工资 个人和政府补贴在台湾 如果你最低工资是六千元 你就很能找到工员 如果你没有工作 政府会给你补贴 平均工资略为一万左右 让我们来看看大陆普通人工作和工资如何 在浙江生活 你们有没有觉得尽管每天都在努力挣钱 还是会觉得不够花 我是一个来自安徽农村的普通宝妈 在浙江漂了四年了 我又发工资了 我们是每个月25号发前一个月的工资 三月份的工资又到账了 这个月还挺准时的 以前的话都是拖工资 除去五险一斤的话 发了3825 这就是我们普通人在浙江牛木的工资 这是大陆一线城市的十发工资 实际上班天数是26天 每周休息一天 底薪是两千万 四千块的工资 每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 每周只能休一天在起的基础上 我们才可以得到五尺高的工资 有人会怀疑这个工资 是不是一些民营企业的工资这么低呢 国有企业的工资会更高一点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国企年代杂班的工资是多少呢 今天发工资了 给大伙看一下我的8月份工资条 工资不高 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月 上了22天班 休息了9天 都是血汗钱 迹象奖金指的是超过工资的部分 我上个月上了205个小时吧 好像减掉基本工资到67 等于我上个月超了38个小时 最后发了6千块钱 看到了没 这是国企工资6千左右 每天超过10个小时的工作量 这样的工资 在台湾每天工作8小时 而且双修只是最低的工资 这样的工资在台湾 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人 台湾人一般不会做6千元的工作 一般保持在8千元以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比一两无余 非常的明显 这个时候会有人问 台湾工资刚吗 但是他们的消费也很高 那么我们大陆的工资低 消费低 真的是这样吗 要我们一起来看看 台湾一天工资的购买力如何 今天我们来看看台湾普通人一天的工资 能在台湾销市买到什么东西 12个装到可送面包打折 189元一盒 1.9升的牛奶一盒 113元 来一盒 美食烤鸡来一盒 189元 来一支牛奶 再来一盒 市值的酸奶 百分百的苹果汁 349元 来一箱 1.1公斤的大号装 爆米花 225元 来一袋 非油价薯片 400克装 279元 来一袋 支持味的点心的 来一箱 12袋 389元 来一箱 最后再来一大袋 韩国海台369元 最后一共花费了2252元 大家觉得怎么样 那么我们大陆的工资低 消费低 真的是这样吗 叉叉大陆一天工资的购买力 时不日时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大陆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 3000元一天工资 能买到什么呢 100块能在上海大陆发买费事 先拿个环保单 撑点橘子 沙烤蜜橘300克4块 7毛9 娃娃菜3块6毛8 包菜3块9 原价1200的不走 两个橙子4块4毛 莫损4块3毛5 蓝包3块9 合过2块8毛3 三个星室6块5 一带5块9 一带5块9 白费撑起 两带5块9 七十块 鸡牌打840毛7 两带5毛5 860 揉费香9块9 一粒三带0送1 5 十五七带14块9 一共花费104块3毛9 大家觉得这100块花的值不值 100块买的东西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小 我闪这个社会 还有很多一天收入不足100元的 那么他们每天吃个辣沙 一天的工资可能买不到很多的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太贵了买不起 与台湾一天的工资的购买力相比 我们没有台湾高 对吧 台湾不仅工资高 他的一天的工资购买力 也高于大陆差距出来了 那些月入几万几十万的人 一年就能赚到100万 要我们来看看 台湾普通人赚100万 需要多长的时间 普通人在台湾赚100万 人民币要多久时间 收入年6800一个月 12.2年 包装每个月795 10.5年 这点只穿 轻快一点加发 每个月有12000左右 今年大概就可以赚到100万了 公司里面的OL 这个是五分材料的 台湾公司的白领呢 出几薪水就很低 之余比较丰富的 大概就是14000这样子 100万5.9年 那有没有赚钱更快一点的工作呢 当然也是有的了 上水电工一个月 公司可以赚到22500元 这样3.7年就够了 还有科技大闯工程师 23000左右一个月 5.3年6年就可以传到 一伤就比较高一点 34.4个月 两年半就可以传下来了 另外一个是日识 这个就是要看案子 如果你是打一些知名的案子 那比较知名的 有可能也是一年 或者是两三个案子就搞定了 当然了 如果你是老板 那就并动辩论了 老板的大小不同 所需的时间也是不同的 做的好的 一年好几个百万 也是大有人在了 赚100万 真的是不容易啊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 台湾普通人最长时间 赚100万 需要12年才能传到100万 咱普通人多久能赚到100万 看你是干啥的呗 收益员谁都能干 月薪两天需要40年 40年太久 那餐厅服务员 月薪三千累点 需要30年 30年也很久 净炒4000块月薪 20年就可以 不过身体可能会有点损伤 20年好像还行 但是工作环境好像开油 要环境 公司前台子面 那么大一个桌子 全是你一个人用 月薪4000果 早一年再够 一天就是赚100万 那还钱哦 反正没跑一万万小哥 月薪555年就过了 你要是有点专业技术更快 我认识一花季师傅 月薪八千 十一年就够了 真项目有技术的人 就像程序员 虽然大家都笑他们没头发 但他们平均高资能到12万 是啊 那么七年就能赚100万了 比普通人好太多 那还有更快呢 要么就老板 要么就网红呗 100万 慢得时间快了 可能就还没 我发现了 普通人想奋斗可真烦呀 不过还是有更难的 就是存100万呀 大陆普通人最短时间 赚100万需要40年差别 好几倍哦 因为有些人一天就能赚100万 一些人一个月就能赚100万 这个没有办法比较 大陆很多富人 这是没有办法比的 我们只是比普通人赚100万 通过这个一对比 台湾赚100万 可能比大陆容易多了 省钱更容易 与台湾相比 我发现大陆工资低 消费高 而且台湾工资高 消费也没有那么高哦 所以那些月入几十万的人 在抖音上都是虚假的 不是普通人 大陆与台湾普通人相比 不仅收入 不如台湾 社会水平也比别人高哦 普通人存100万 比台湾需要更长的时间 屏幕前的你 对我以上提到的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留言评论 订阅我 只讲有用的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里 下回